阿易向我告白了 我对你的前女友前搭档 一点兴趣都没有 断开 不从 其他的不说 现在还有十分钟节目开播 贺顿大师能来吗 能 他对节目的责任心还是有的 这我可以保证 我不信 贺老师 欢迎回来 这里是海风国际广播电台 心非夜话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钱开易 大家好 我是贺顿 贺老师 刚才我们接到的热线 ID为爆爆熊的听友说 他今年已经27岁了 事业正处在一个上升期 他本来想着 今年可以再努力冲一冲 但是最近家里的亲戚 开始对他进行了催婚 甚至还给他安排了相亲 这让他非常苦恼 其实类似于爆爆熊的这种苦恼 我也经历过 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 单身女青年 其实都经历过这些 如果这个时候呢 我们对催婚这件事情 非常的消极 那他们会更加担心 所以我的建议是 你可以做到更好 在生活方面呢 表现出积极的一面 也让他们知道 你一个人可以过得非常好 让他们可以放心 但是有不少听众呢 去表示 在婚姻这件大事上啊 这些过来人的肺腑之言 他有些时候 也不全是关心则乱 他们用过往的经验呢 审时夺势 给我们把把关 这也不失为是一件好事 任何一段亲密关系 都是需要感情基础的 也许在旁人看着把把关 已经给当事人造成困扰了 何老师 那您的意思是 有些时候这为你好 反而变成了是害了你是吧 也许有的人 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帜 而满足自己的心理期待呢 何总 这个 是我帮朋友干洗的一个 一个衣服 你要是不嫌劲的话 你就先换上吧 裙子 哪家干洗店 洗得这么干净啊 这我就不同意了啊 何老师 比如一个男生 他认为穿裙子 可以凸显女性身材的优势 在适当的场合 他是可以穿裙子的 这应该算是 友好的建议吧 到底是友好的建议 还是会给对方造成困扰 这取决于对方的感官 抱抱熊 无论是事业上的成功 还是爱情的收获 你要做的 是用心去期待 去享受就好 这些都是时间的问题 何老师 你这一番话 让我听出了别番的滋味 是不是最近经历了什么喜事 之后也开始向往那种 有人陪伴的生活 想要谈一场 轰轰烈烈的恋爱呢 对于谈恋爱这件事情 怎么谈 跟谁谈 也是一门非常值得 专严的艺术 尤其是那些 在大雨里陪你上课 陪你加班熬夜 在别人婚礼上 对你深情表白的女孩 你要更加地珍惜 可德 你是不是还在生气呢 我就不应该提恋爱的事情 对不对 我 那不是为了节目效果吗 再说你的嘴也没饶着我 那婚礼的事情你都拿出来怼我了 咱们就算平了 一比一 好不好 你别冷战我呀 你是不是为了方雨萱的事 还不舒服 我可以解释 欣凯宇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 非常地勾躁啊 我对你的前女友前搭档 一点兴趣都没有 放开 布松 你必须听完我解释才能走 录制倒计时 三 二 一 今天是情人节 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发来了 自己跟男朋友恋爱的消息 那么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 小萱有喜讯要告诉大家 你有什么喜讯要分享 阿易向我告白了 君君 你能给我原点吗 求你了 陈开义 帮我还给莎莎 你拿着吧 这不是莎莎的吗 我买下来了 给你选的那个你不喜欢 这个你穿着正合适 就当做是入职礼物 我平时不会穿这种裙子的 谢谢你好意了 路上注意安全啊 哎 俊俊 我听阿易这么叫你 俊俊 应该是你的小名吧 我也会这么叫你 姐姐姐你全班第一名 姐姐你看看 姐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我考了全班第一名 姐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 对 我们今天学校去了 眼神动物园 长领路特别特别高 我妈还发现了一种特别可爱的动物 叫 狐莽 是不是特别可爱 星星扎着眼圆 儿花闻好 回心托着 有话直说 说到做到 这就是我的人的 快使用刷子快乐 我想做一名医生 然后发明一种药物 这个药物是可以让人停止争吵的 而且人吃了这个药之后啊 就会非常快乐 非常幸福 很吓你这个世界 怎么了 灵魂出窍了 君姐 你能替我原点吗 求你了 对不起 何顿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 如果我是因为 温宇源的安全距离是1.2米 如果你一旦超越来的话 我会觉得你在威胁我 我没有感受到威胁 可我感觉到了 我追你才威胁我 前看一眼 你能不能不要再刺坦 我的生活了 不要再替我做主了 可以吗 我后退 后退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了 我做错事情 你告诉我 我向你道歉 跟你没关系 是我的人 这是你的弟弟 他叫贺俊 我们叫他俊俊好不好呀 灯灯 可以看 弟弟会走路啦 静静不是胆子小吗 一个人睡 睡在外面会害怕的 起来 我不喜欢姐姐了 妈妈不喜欢姐姐 妈妈也不喜欢姐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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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